近日备受争议的话题 除了启德的地皮检药公屋之外 在将军澳都有接近的对类 将军澳坟墙对出的132区填海计划 还有几个厌务性事丝迁入 引起附近的居民不满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有机会客服准买家 令到最近填海范围的屋苑维景湾半 上个月成交量亦市下滑4乘4 只有15中 大部分的成交都在19号 即是消息公布之前促成 又放盘大半年的业主 这个时候再减减一口价 放出一个实用506尺的两房单位 去年年中放盘的时候 叫价高见890万 对减一乘二 最新叫价是780万 设价是15400多元 我们先进屋看楼 回来再分析 一开门才看到大概两米长的圆关 要在这里放鞋柜都没什么难度 还可以避免一开门就直望客饭厅 增加私隐度 厨房门也都设在圆关的左边 是传统的耿厨 设有U型的工作台面 处理食材空间充足 相信可以容纳到两夫妇同时煮食 上下方都有多组厨柜可以放厨具 除了原有的洗衣机之外 亦都有预留空间 放冰箱和微波炉等等的基本家电 再参观喜居空间 大概170尺的客饭厅 以长营开绩 近厨房的一边可以用来做饭厅 预计放了四人餐桌之后 依然都有位可以走动 而近窗台的一边 相信放了梳化和电视柜之后 两者都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单位属于2000年代的产物 附送大窗台设计 住户可以善用这些空间 但浪衫的问题 可能就要在厕所解决 或者在客饭厅预留空间 放摺碟式的浪衫架 大幅玻璃窗令客厅采光得不错 即使单位位置低层 但外望绿油油的山景 整个景观都算开药 两间睡房和浴室就以短手朗连接 先参观客房 卖点之一是由曲尺大窗 但是就正望楼景 侧望才会看到山 景观就似一级 五十多尺的空间 相信可以容纳单人床和衣柜 进到主人房 空间就更加阔落 有大概八十尺 这个位置可以用来放衣柜 而双人床就可以靠窗边摆 如果还想增加收纳空间 可以利用窗台订造储物柜 这里同样都设有L型大窗 但景观就比较开药 和客房刚刚好相反 静望翠绿山链 侧望才是楼景 浴室就位于主人房的对面 有窗可以通风 收纳可以依赖洗手盆柜和柜面 切有浴缸 有空间的时候可以浸浴松下 参考同类型的成交 业主叫价都轻微高出百分之四 上个月屋苑的第十一座 望商与景观 楼层更加高的两房单位 以750万逆手 刷价是14000多元 参考了银行股价 最高的估计到771万 与业主开价相差1.2% 股价不足的幅度都不算很大 其实业主的减价空间都不少 他在2007年10月的时候 以200多万去买入这个单位 如果现在叫价成功逆手的话 单位在16年之间已经升值大约两倍 大幅跑形同期留的大约是1.7倍的升幅 今次这个放盘单位位于低层望山景 景观比较有保障 不过填海工程在维景湾半对出 只有一公里这么大把 网民又怎样看附近的规划问题呢 有网民说自己本身已经想买这个屋苑 但就怕工程期间会很大层 所以先hold住 打算看定点才入市 都有人同意的 就说预料将来设施落成之后 屋苑楼价会大跌 到其时还想买再想想 都有网民认为 单位的景观都不算吸引 再向西南而且是低层 除非有海景才会有人买 最新出台的132区区区学细节 似乎影响准买家入市意欲 因为维景湾半的环境和景观都会受到波及 谷远未来价值值得再观察 维景湾半轮近调景岭站 有天桥连接去到商场和地铁站 不需要日晒雨淋 走过去地铁站大概三分钟 非常方便 对于开车的人来说 可以经由澳景路 在将军澳区直达油塘 行车到九龙市区 或者经东隧去港岛 无需通过将军澳隧道 被开塞车问题 交通曾经是这个屋苑的一大优势 不过在江南隧道通车之后 往来将军澳和九龙区的交通得意舒缓 反而对屋苑的景观和环境 造成影响 屋苑目前景观最优质 在一旗1、2、3座 向南望海的单位 其次是望山景和内园 而最差的是三旗15、16、17座 望向都会站楼景的单位 楼价高低有近一成 望海景单位去年12月尾 两房成交赤价大概16000元 而望楼景的单位就比较低 14600元一尺 两者差距未来有机会收窄 一旗那边如果向海那边 会望到南沿隧道的入口位 所以可能会有点奢侈应 随着这个132区相计落成之后 那边会兴建一个电力设施 困园土厂和废料厂 相信景观也可能会有机会有变数 变相望海景单位 未来景观出现变数 对楼价有机会造成影响 不过目前未在价钱反映 暂时我未见到有明显的改变 因为可能那个135区 始终未有那么快会下城 所以很多业主都按逼不动 参考近期成交 维景湾半更加跑赢全区 一月成交赤价大概16000元 按月上升近7% 新都城紧随其后 当中只得都会站 录得大概3.4%的跌幅 至于成交量就个别发展 三升三跌 放盘所在的维景湾半 亦市只得15宗成交 按月减少最多有4.4% 反映释放未全面恢复活跃 发展张军澳新区 是今届政府的目标之一 不过方案一直有变 最新公布的第132区填海计划 越来越近现有的民居 对于张军澳的居民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政府就是不理好丑 最重要是就手 政府计划在张军澳坟墙附近 第132区对出海域 进行填海工程 距离最近的维景湾半 只得大约一公里 居民担心发展会影响生活 其实他说那一公里 根本很短 因为以往堆填区滋咬 臭味 堆填区两公里 远到维景、漿中 一群都受影响 如果现在他计算 两公里根本是 张南全部受影响 未来那些PM2.5 还有如果有什么臭味、滋妖 全部都可能会嗅到 加上数以百计的泥头车、垃圾车 会经过这里 会对整区的很大影响 填海计划合共提供25公顶土地 预计有6个公共设施 包括建筑废料处理设施 和运营土配料厂等等 业主建议政府 在整个社区规划之前 应该要预先妥善计划 政府要平衡 理论上尽量选择远离民居 有一些未开发的地方 没有人住的 他开发前二孙一早开发了 那我们的义务性设施 就没那么争论了 同时也质疑到咨询期 只有两个月太短 建议政府可以在 第一、三、二区以西南方 即是已经荒废的里源门石框墙 并改以岩洞方式建这些公共设施 尽量平衡各方利益 2013、2014年的时候 政府已经广泛咨询过 将军澳区的居民 而当时将军澳区民的意愿 非常清晰 不希望再在将军澳任何一个地方 进一步填海 以保护我们现在的 一个很漂亮的海岸线 如果它在137区里面填海 去造地、建楼 相信将军的居民都不会反对 因为这个发展是无可厚非的 香港土地有限 填海在所难免 规划新用地的时候 不时要牺牲原有的环境 来换取未来发展 是否非必要这样做呢 都值得深思 全面震发 重新啟航